This video is produced in Korean and is intended for a Korean-speaking audience 欢迎回到Yongongji Google 不管你是刚刚开始学的,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我们都可以帮助你提高汉语水平 从HSK1级一直到HSK6级 从我们的HSK5高级汉语课程里 我们选了这个视频,放在YouTube上面 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免费看 希望你喜欢 欢迎回到Yongongji Google 请打开你的课本标准教程HSK5上 我们来继续学习第四课《子路卑谜》 请把课本翻到注释3 我们来看看得很,不行和不得了的用法 首先告诉我 今天你那里热不热呢 很热吗 今天你那里有多热呢 我们来复习复习 在HSK3和HSK4 我们都学过哪些表示程度的说法 程度就是Jongdo 首先我们在HSK4.3.1学过挺热的 4.16.1学过可热了 还有4.5.5学过特别热 而且我们在HSK3 在语法3.15.3学过热极了 所以热极了特别热可热了挺热的 这都是我们以前在HSK3 HSK4学过的 你还记得吗 如果不记得的话 可以复习一下这些语法点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课文 课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他顶着大雪 顶着大雪呢 就是大雪 他顶着大雪往前走 扶着米袋的双手动得不行 米袋就是装米的袋子 因为他害怕米袋倒了 所以他就用手扶着 那个米袋 他用手扶着 那个米袋 他顶着大雪往前走 扶着米袋的双手动得不行 动就是太冷了 水要变成冰了 那动得不行 那得不行是什么意思呢 不行就是受不了了 不能再坚持下去了的意思 双手动得不行 就是实在太冷了 如果继续动下去 就不行了 就会受伤的 这个意思 或者用不得了 也可以 他顶着大雪往前走 扶着米袋的双手动得不得了 来 再看一个例子 他心里烦得很 自言自语的抱怨 你知道自言自语是什么意思吗 自言自语 自己跟自己说话 言和语都是说话的意思 所以自言自语就是自己跟自己说话 他心里烦得很 他心里非常的烦 他自言自语的抱怨 他自己跟自己说话 一直抱怨 他心里烦得很 所以烦得很 就是非常的烦的意思 用不得了也可以 他心里烦得不得了 自言自语的抱怨 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地方这么热闹 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 这个地方这么热闹 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 看看这个地方 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 热闹不热闹 很热闹 孩子在这里高兴吗 对 很高兴 有多高兴呢 非常高兴 对 特别高兴 还有什么 可高兴了 挺高兴的 对吗 那今天我们还学了 对 高兴的不得了 也就是高兴极了 还记得在HSK3语法3.15.3 我们学过极了 对吗 好极了 多极了 热极了 高兴极了 也就是高兴的不得了 所以高兴的不得了 和高兴极了差不多 那么在我们学过的 表示程度 程度的词里面 的不行 的不得了 应该在哪里呢 我觉得应该在最上面 跟极了差不多 在最上面 非常非常热的时候 你可以说热的不行 热的不得了 受不了了 再看一个例句 今年夏天热的不得了 也就是今年夏天热极了 再看一个例句 学生们对李老师 佩服 Temboke 的不得了 就是佩服极了 学生们对李老师 佩服的不得了 可能他教汉语 教得很好 教得非常的好 什么问题 他都知道 所以学生们 对李老师 佩服的不得了 现在我们来练习练习 看看你会不会 用的不行 比如说 我给你一个提示 我们已经很饿了 我们已经很饿了 那你就说 我们已经饿的不行了 明白吗 把很饿了 变成饿的不行了 好 现在你来试试 下一个是 人人都很累了 人人都累得不行了 下一个是 爸爸妈妈很担心 用的不行 怎么说 爸爸妈妈担心的不行 很好 下一个 他的腿很疼 用的不行 怎么说 他的腿疼得不行 很好 下一个是 今天的安排很紧张 今天的安排很紧张 用的不行 怎么说 对 今天的安排紧张的不行 再来试试 用的不得了 比如说 我们已经很饿了 我们已经饿的不得了了 注意 这里两个了的发音不一样 一个是了 一个是了 不得了了 两个发音不一样 好 下一个是 人人都很累了 用的不得了 怎么说 人人都累的不得了 下一个是 爸爸妈妈很担心 用的不得了 怎么说 爸爸妈妈担心的不得了 好 下一个 他的腿很疼 疼得厉害 非常疼 他的腿很疼 用的不得了 怎么说 他的腿疼得不得了 忍不住了 前面锁不大 今天的安排很紧张 今天的安排很紧张 没有时间 那用得不得了 怎么说 对 今天的安排 紧张的不得了 非常好 所以动词或者形容词 加上的 加上不行或者不得了 就是受不了了 或者急了的意思 另外 动词或者形容词 加上得很 也差不多 比如说 他心里烦得很 也就是烦得不行 烦得不得了 他心里烦得很 自言自语的抱怨 如果在这个表上 我们来放这个热得很 我们应该放在哪呢 差不多应该在这里 跟可热了在一起 所以他没有特别热那么热 但是比挺热的要热一些 所以热得很 跟可热了 非常热差不多 热得很 可热了 非常热 看一个例子 这冰箱质量好的很 这冰箱质量好的很 就是这个冰箱质量非常好 可好了 这个意思 我觉得你这个人讨厌 mune的很 讨厌的很 非常的讨厌 就是可讨厌了 非常讨厌 非常的mune mune 我觉得你这个人 讨厌得很 好 所以今天我们学了 得不行 得不得了和得很 得不行 得不得了 意思就是受不了 或者急了的意思 比如说动得不行 动得不得了 就是动得受不了 动急了 另外 得很 意思是非常特别 烦得很 就是非常烦 讨厌的很 就是非常讨厌 来复习复习 我们都学过哪些表示程度 程度的说法 首先有挺热的 那就是有点热 另外有热得很 可热了 就是非常热 另外有特别热 最后 最热的时候有热得不行 热得不得了 热极了 你都会了吗 好好好复习 这个语法点就学习到这里 请完成课本注释3下面的练一练 我们下个视频见 如果你觉得这一课对你很有帮助 你会非常喜欢我们的HSK5高级汉语课程 这个课程有超过100个视频 教你100个语法要点 并且提供所有36篇课文的翻译 包括各句 仔细地说明每一个不容易明白的地方 我们也提供1796个提花圆プレシカード 这些プレシカード里面有我们自己录的audio 这个课程也包括很多的クイズ和汉字练习PDF 我们的课程用一套课本 叫做标准教程HSK5 你需要自己去书店买这套课本 每个课程的第一个谈文都可以免费地试着看 只要往下面scroll 找到curriculum或者提供部分 点preview 玩得不及 就可以看了 你可以点一点这个屏幕上的Sagakion button 记得 你只需要买一次以后就一直有这门课 再也没有kutunio了 只买一次 以后一直可以用 来加入我们 一起学好一口流利的汉语吧 我们课程上见 这碗词